那我們再來先講一下 跳到下面來講一下遠端 救援或遠端會議 請問一下各位老師或同學 你們有沒有上過遠距教學 有的也許有 對不對 不管你是在台帳還是在台下 現在這個機會會慢慢越來越多 為什麼因為 你看油店中漲 水又漲 就是你要親自到現場的機會的成本越來越高 這樣我就從台中來 對那相對的就是說 這種遠距教學現在因為在頻寬 比較夠的情況下我們的實現的機會比較高 當然不可否認的 還是面對面的那種溝通會 相對比較好一點 就是畢竟比較有平常感 那可是呢這種遠距的 會有幾個地方會需要用到遠距的 一個就是說 最常見的 你說開會也好 上課也好是一種 那第二個就是說有些時候 有同學電腦的問題 尤其是男女朋友對不對 什麼時候有問題 隨時都有問題 晚上一兩點 我有問題打他打電話求救一下 你總不好意思出門嗎 尤其前段時間那麼冷 誰要出門 在家裡面躲在背後面 喔好過去了 就好了 那 所以呢你可以用 那這裡呢 我有稍微找一下幾個 給各位參考一下 一個 其實你用MSN也有 因為Windows有內建一個 就是 遠端協助 也可以用 只是 我不太用他 一般我會連到server我會用哪 連到server去做遠端觀念 我比較會用到這個 好遠端桌面的功能 那 這個我們就比較 我一般比較常用是這個 Tim Viewer Tim Viewer是我用的比較多的 因為 在整個流暢度上 或者說你要真的要多人會議的時候 他確實相對是比較 就是速度上比較快 那麼另外呢 事實上Google 各位最近有沒有發現 最近常常有一個Google加 Google區域後面一個加 Google加1 那裡面呢 如果說你們比較常用 Google這樣的功能 Google加的 他也有一個叫做 Hangout 這種視訊聚會 當然他我記得上限是25人的樣子 20還是25 就是最多的 那麼Tim Viewer這個也是一樣 上限好像是20還是25 所以如果你是小型的 其實是都還蠻適合的 當然大型就比較不太OK 那 Skype也有 可是那是試用版 Skype部分本身是試用版 那麼 我們現在像我 一來有跟 老師跟同學講一下 就是我這個禮拜我就用遠距教學 因為 我們學校也用這個 那這一套 以前剛開始的這個很貴 上百萬 對啊 貴鬆鬆 但是現在 便宜一些了 便宜一些所以學校有採購 採購了兩三年 但是我發現好像 我用的最多 因為不太有人用 我先給各位老師稍微看一下我們在學校裡面 使用的情景 就是 你看 我們連到我們的 數位學習平台 我在這邊有申請一個 線上會議 那他一樣可以做錄影 可以做錄影 所以說 如果說像我們這邊進來 線上其中好了 那我就直接進去就好了 那大家都可以一起進來 那他有比較完整的功能 老實講如果說 像 我不知道各位那個阿凡達 去年 應該算去年 還是算前年 應該算去年吧 去年應該好像年初 還是前年年底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Adobe推出新版本 企業組 他們在那個後製就是發表會上 就特別強調 他們在製作阿凡達的時候 也用這個來做遠距會議 所以他功能是比較多 你比如說你現在進來的時候 像 因為現在沒有 參與者 現在沒有參與者 所以 我們會 有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有聊天的 已經拜拜了 已經拜拜了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去知道說現在有誰進來了 那麼也可以從上面 就是 對方如果要講話或者視訊 直接溝通 或者是把我 現在的畫面像我們這廣播一樣就廣播給大家 那如果你比較屬於聊天式的或者是說比如討論式的 我們就會類似像這樣 就把這個白板準備好 你也可以寫我也可以寫 類似像這樣 這個的話就是 相對會比較就是功能完整 所以我平常要同學進來的話都 要他們 第一個要會的就是什麼 要會舉手 我不敢看不到 你要會舉手 舉手 那這裡就出現舉手 這實在有人舉手 如果老師講的不錯 可以同意也可以拍拍手 我覺得有一些簡單好玩的功能 那還有那種線上 投票啊那都是即時的 就是他說我要做一個調查 比如說 我在這邊有做一個調查 這個測試用的 我就問看同學有什麼意見 那麼 在這個投票這邊 他們班 我沒有弄 要另外一班才有 那個投票部分它是即時的 就是你投的我們可以馬上看到那個同性結果 同性結果所以這樣就 同學會覺得比較好玩 那 遠距的這是一種方式不過當然這就是要付費的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TimView TimView的話其實還蠻方便在各位的電腦 您有下載的檔案裡面呢 有一個 應該是遠端會議這裡 就一個 那您去這個網站 這個中文的 安裝的時候呢 應該不是說安裝應該說 它有兩個 因為我現在這裡有執行 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好 您第一次在做的時候呢 點下去它可以選擇 您是要用安裝的 還是用執行的 那執行的當然就是變成可惜式版本 也就是 沒什麼關係的 不用裝在裡面的 那如果你安裝就是像這樣 本身呢你產生的就是你如果 有執行的這個軟體之後呢 好 你有執行這個軟體之後它會像這樣子 會幫你產生一個 你的ID 一個密碼 那這個密碼每次都會不一樣 每次都會不一樣 所以說 你只要告訴對方你的ID 跟密碼是多少 它就可以連進來 那不侷限在什麼 就是兩個人 你可以多個人之後我就找一台電腦當作是什麼 當作是大家討論的對象 比如說我們一個小組我們分組了 那我們就 像這樣子 你進來 你進去的話呢 就是一個原則 要注意一下 滑鼠 畢竟只有一隻 所以如果你在動的時候最好是要 先溝通一下 看誰要先動 好那它本身 當然也有那個就是 比如說我先連到我的電腦去 好 它本身呢也有一個就是說 類似好朋友的名單 這樣子 你可以加進去 好比如說我現在連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跟他做 交談 你可以用視訊 只是因為用視訊比較好評寬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不會 請說你用交談 或者你搭配你的MSN 或Facebook 都有 類似的功能就可以 彼此做交談 那我像這樣子 甚至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傳檔案對不對 你就可以透過他這邊來傳這種檔案 看你知道傳給對方還是用對方傳給自己 就 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操作 它是 互動的 所以對方看得到 這不是後門程式 如果你是那種木馬程式 那就不需要你看到 那這個是因為是要以互動為主 所以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別一點 你也可以把你的 操作過程把它錄製下來 有點像我們現在錄影那種感覺 它就可以錄下來當作是一個檔案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重新reclate 可以reclate 當然錄下來檔案也是 就是看你的情形連線的 時間還有什麼螢幕解析度 解析度越高連線時間越長 自然檔案就比較大 所以比較適合轉戰性的 OK 這樣應該大家就比較了解了吧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因為我們剛講的這個ID ID原則上每一台電腦都是唯一的 所以你下次再執行這個軟體 應該是同一個ID 但是密碼會不同 有點類似我們上網那個IP位置一樣 只是它是改一個叫ID 那您大概清楚了 好 好處是 在大多數的環境下 它 可以穿越防火牆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不過我們現在有發現 像衛生署 還有一些 像我上次去桃園那個赤平高中 學校已經從防火牆把它封掉了 因為他們怕會這樣有安全性的漏洞 所以 可能 我不知道學校這邊的情形怎麼樣但是 在大多數情況下 尤其你是在 家裡面的 或宿舍的 應該大多數都會同 你如果發現說 你連不上去的 沒有辦法產生ID 或者 你連不出去的 那就 可能比較沒辦法 好所以 因為它有些 會有封鎖掉 大部分情形是應該都還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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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